到11號起到17號櫃台 不好民眾都會利用週末放假到郵局寄郵件 原本因為一例休影響 中華郵政規劃一百多家郵局 週六不營業 但現在政策大轉彎 上次我們有一個想法公布以後 其實有很多的民眾 也跟我們的一些很多的意見 因為有些人禮拜一到禮拜五 事實上是不太有時間到郵局來的 中華郵政上午宣布 從2月25號起維持280期間 原本週六營業的郵局 並新增高雄佛工郵局 每個月第二個週六營業 一共兩百八十八間郵局提供服務 但營業時間除了故宮及馬祖北竿郵局 維持不變外 其他皆調整為上午9點到12點 另外服務項目也縮減 週六及假日限時包裹郵件 停止投地 信統郵件也停止收攬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維護到 我們同仁的權益 所以他禮拜六出來上班 我們是算加班的 那我們會給予加班費 由於週六算加班 中華郵政預估人士成本一年 將會增加2億左右 全郵公司自行吸收 已經錢都領不多了 現在改營業休 大家已經都不能加班 什麼都沒有 那你 你又要叫我們禮拜六 不能休息出來 那又不能給我們加班的話 那這個就不行啦 中華郵政強調 遺憾公會達成共識 週六營業郵局不減反增 人力上不會出現任何問題 借林永樂方SNG小組台北報導 中華郵政策